《六七暴動》 作者 張家偉 剛離開做了十七年的南華早報 轉職去《明報》 出任助理總編輯 雖然崗位變了 但跟緊的還是六七暴動五十年專題 今天是第一次接受這個訪問 這日他就和同事一起 採訪五年前訪問過的六七暴動少年犯 67歲的高紹晶 那邊被人抓 是吧 我們想不到50年之後來這個位置 1967年11月 當時只有18歲的高紹晶 是左校中華中學的學生 放學時經過醫院道附近 被警察發現 書包放了印有左派消息的郵刃報紙 書包放了印有左派消息的郵刃報紙 當日是否信錯心中的紅太陽 林彪事件 八家民運六四 這幾年黃陽、梅陽這些事 令我感到很傷感 很心灰意冷 為什麼中國還停留在原地突破呢 沒有一個進步 因為當年我被捕捉了二十個月 捕捕捕三十個月 但我媽媽時刻都想念我 如果我媽媽多年死在法英礦報紙 我相信我都會內疚一輩子 除了人的成長 對事情之多了 願意拍開一些仇恨 對立 至少從個人層面是一件好事 由左派高層到基層工人 多年來張家偉親身接觸過 無數六七經歷者 他說不少對事件有反思的人 已經相繼去世 他亦都會暫時放下寫書的筆 使用了不少英國的解密檔案 新的資料不多了 我很想訪問的人 譬如一些中方官員 比較知情的官員 基本上都不在世 或者不願意說話 都希望有一些有心的年輕記者 不論是六七暴動 其他關於香港重要的歷史 採訪報道 做多些對香港人 認識自己的地方是很有幫助 電影導演趙崇基 2014年開始 在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系教書 他在2015年 和傳媒人謝奧商合作 出版中英街一號劇本 故事講述1967年的暴動 和2019年的社運抗爭 兩男一女年輕人 在當中的掙扎和矛盾 有些過來人 他找我 問我有沒有興趣拍 一來我自己也對這些題材有興趣 我比較關心社會的人 那時參加一個學聯中學生組 覺得用電影去表達這些東西 覺得他的力量很大 你內疚什麼 兩個時空相似的故事 演員一人分析兩角 電影在去年年尾開拍 要搞射魂 要選擇行自己的路 沒有人怪你的 香港這幾年都真是 經歷了很多 世代之間的一些 掙扎或者矛盾 看到有些畫面其實很相似的 示威人上街被警察打 甚至流血 甚至有一些是付出了 牢獄的代價 我覺得演員那些旗 可能要跟一跟 跟一跟 Kenny是趙崇基的學生 亦都是中英街一號的副導演 他說在拍這次電影之後 才了解到六七暴動 不只是炸彈和大字報 不是教科書上 所描述應該只有一兩版 甚至乎跟現在的雨傘運動有些比較 你會覺得有趣的地方 是大家都是相似的 但是 為什麼現在的人的立場 和以前的人的立場 又會好像有多少不同 甚至當年支持六七暴動的人 又不會支持雨傘運動 因為題材敏感 趙崇基只是籌到三百萬的資金 但最令他無奈的 不是經費不夠 而是演員對六七暴動題材的反應 一開始一聽到 找他拍 他拍了肩膊 說了 只要你出聲 不收錢也拍 誰知一到 聽完劇本 聽完題材是怎樣 之後 他就很多猶豫了 我小時候 我住在蘇屋邨 對面就是李靖屋邨 是一些親國民黨的大本應 蘇屋邨比較多親共產黨 當年我覺得 大家都相安無事 你們一起叫一字 香港自己救 即現在 即使我那部 我不覺得是一部政治片 你只不過是一個背景 去講故事 他們就會很敏感地覺得 是不是會碰到一些 有人喜歡的東西 你說是進步還是退步 中應街一號已經完成現代部分的拍攝 即將進入1967 趙崇基說 預料到將兩個時代做比較 一定會惹來批評 但希望透過電影帶來更多反思 60年代 那時候 人們走上街頭 有些都是想改變社會 當時也是因為這樣改變了很多 到現在 那麼多人走上街頭 是不是社會都應該要有些改變呢 即只是用一個藍王去分了 就解決了這件事 一定不會 同樣是對抗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其實我們要不要在歷史中學習到一些方法呢 而當權的人 有沒有在歷史中得到一些教訓呢 我們沒有忘記 這師們 我們沒有忘記 五十年前 你們為了捍衛民族尊嚴 這天 一班六七參與者和家屬 和全國人大代表 吳亮星等過百人 在和合石墳場進行公祭 拜祭十六位 反英抗暴烈士 今年是他們第六次公祭 也是最多人參與的一次 多年來一直被指 要為六七暴動負責任的工聯會 第一次派代表公開發言 六七動力研究社社長陳士元說 會用盡一生精力為六七討回公道 我們無悔無緣 但我們有痛 有限 限誰都限在英國 痛是甚麼呢 痛心到今天五十年 回歸了二十年 還未真正正公開說 一個公道說話 所以我們痛 暴動後同樣走過五十年 高紹貞就說想放下六七 會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不會是開心的事 多年警察可以槍殺我們 我們都可能會躺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是 真是幸存者 但是這件事都過了這麼多年 在我來說 我覺得應該是放下 我真的不想帶著仇恨 生活不下半世 真是的 一告告 六七暴動客觀上又加深 強化了香港很多人 反共的情結 因為參加六七這件事 各種罪行 坐牢受損失的人 他和主流社會這個對立 是形成了香港社會的一個 對立的主要形態 是 蒼天無情 只為烈士留下一片燈心 而留給你們家人的 卻是無盡的悲憤 相同和生活的根腐 是 個人的願望就是 這些左派的參與者 慢慢走出這些 自己設定的圈子 能夠願意開放心靈 看回這件事 和主流社會有一個 同身接觸和和解 陰天無情 主流社會 陰天無情 和平洋 和平洋 靠岩 一切 等於 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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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岩